台湾最近天气反复无常 频繁降雨 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既荒唐又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件 他的儿子新买的iPhone因为充电孔进水无法使用 于是儿子灵机一动 决定把手机放进微波炉里加热烘前 结果不仅手机在微波炉内爆炸 连微波炉本身也跟住被毁 原破无奈感叹 我儿子真是天才啊 这位网友在社群平台之外之上讲述了这是意外 他表示 由于连日降雨 儿子的iPhone进水 导致无法充电 萤幕也无法正常显示 起初 儿子还试着用吹风机吹浅手机 但效果并不理想 接着 他想到了一个急剧创意但也相当危险的方法 将手机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结果可想而知 手机瞬间爆炸 连微波炉也毁了 转盘阵列成两片 金色的iPhone更是变成了一片焦黑 这段经历已经分享 立刻引发网友乐意 许多人对这种做法感到难以置信 一位网友评论到 这真的发生了吗 这应该不是常人会想到的解决方案吧 也有网友开玩笑说 这孩子命真大 没烧起来真是万幸 应该赶快去拜拜祈福 除此之外 许多网友也提出了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有一位网友指出 微波炉根本不应该用来 烘钱电子产品 这样太危险了 应该选择自然风险或使用烤箱 另有人补充说 这是对生活常识的严重缺乏 应该赶紧告诉他这样做会引发火灾 甚至有网友幽默回应 他可能是在研究新一代微波技术吧 真的是个奇才 这起一位事件也勾起了其他朋友 分享自己遇到的荒唐经历 一位网友回忆到 我老公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 他觉得我的手机需要清洗 直接把他丢进了洗衣机 结果我的手机就这么被洗走了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